中国农机终于打破美日垄断 以前说起中国农业 很多人是瞧不上的 总觉得中国和美日的农业机械差距很大 中国农民只能手工劳作 辛辛苦苦挣不到一分钱 而美国呢 各种机械在劳作 只要几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面积很大的农场 中国农机全方位落后美国 如果是业内人士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甚至有人直接说 美国农机多看两眼中国 那都是抬举我们了 可见以前中美农机的差距有如鸿沟啊 但是现在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中国农机开始脱胎换骨了 不仅突破了欧美封锁 而且还成为了联合国农机供应商 甚至在一些农机品类中完成了返超 而我们能达到这个成就 还要感谢欧美的垄断和封锁 比如农机里的采棉机就是逆袭的典范 美国早在1975年就已经做到了100%的棉花自动采摘 一台六行采棉机 一天就能完成1000多人的工作量 因为发展得早 美国的采棉机非常先进 世界各国大部分的采棉机都是向美国采购 中国也不例外 早期时 进口采棉机占到国内九成以上的份额 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品牌 但是美国企业贼坏 他们压根就不拿中国买家当客户 不仅采棉机的价格比别人贵了一半 就连售后维护也要收取更多的费用 本来这也没啥 毕竟能花钱解决就行了 但是更让我们受不了的是他们傲慢的态度 中国采棉机要是坏了 他们根本不会及时修理 故意让我们等 只有他们工程师有空了才行 了解农业的都知道 任何农产品的采摘季节就那么几天 如果错过了 就会影响收成和品质 因此他们故意拖延 让中国农民苦不堪言 但人都是有脾气的 被欺负久了 当然也会反抗 更不用说有发达国家粉碎机称号的兔子了 于是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 采棉机等农机 被罕见的列为 必须公关的设备 最终我们只花了三年时间 就研制出了国产六行采棉机 国产采棉机一经推出 就迅速抢占市场 2017年时 2022年的时候 这一数字就达到了90%以上 当初美国傲慢的态度 造就了中国采棉机的完美逆袭 同样完美逆袭的还有农用无人机 说到无人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 但其实 中国早期的无人机 都是依赖国外进口的 尤其是农用无人机 日本才是王者 1987年 日本亚马哈 就是那个造摩托车的公司 发明了全球第一款 可以喷洒农药的工业机 无人直升机 说是无人机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航模 但也能够大大提升农药的喷洒效率 对于这样的农业利器 中国当然也想引进 于是从2001年开始 国内企业就向亚马哈 购买了不少农用无人机 用来进行农业生产 本来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 可是日本政府却不乐意了 2006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 已向中国出口农用无人机 会被用于军事用途为由 说亚马哈是非法出口无人机 如果罪名成立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可能就得蹲大牢了 听着是不是很搞笑啊 试本的农用无人机 全世界都在购买 也没见你禁止过 现在中国都买四五年了 你突然说这是非法 其实说白了 就是故意针对中国 但是作为一家企业 怎么可能和政府斗争呢 于是亚马哈的无人机 就再也没有卖给中国了 不过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随着大疆无人机的崛起 中国无人机产业早就霸卵全球了 目前国内的农用无人机 早已被大疆和吉飞两家中国公司拿下 不仅如此 中国的农用无人机 也开始反向出口到全球 目前同品类的农业无人机保有量中 大疆 稳居全球首位 出口的地区包含了六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 比如韩国就有九成的农用无人机 被大疆拿下 至于曾经诬陷我们的日本 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采棉机和农用无人机 其实只是中国农机突破的缩影 2021年 中国首次成为联合国的长期供应商 打破了欧美长期垄断 而且中标的品类多达九大类 是农机中标数量最多的供应商 从乌到有从有到大 中国农机让整个世界都刮目相看 但是中国农机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各种各样先进的农机依然在不断突破 比如在2022年9月 中科院发布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 全无人拖拉机 红乎T300 T300搭载了各种专业的传感机 以及自动定位 导航系统等部件 不仅可以实现全程无人耕作 而且还会把突然的实施情况反馈到后台 工作人员只要坐在后台看 就能详细了解自家土地和农产品的情况 可以说 中国早就摆脱了手工作业的时代 欧美农机最强的印象也该改一改了